今天用这张美人鱼纪念卡 去小麦布买东西 老板 我要换东西 哇 你这张纪念卡可以换六个玩具 给你个篮子 你可以自己挑选 但是只能选一种颜色的东西 啊 只能选一种颜色的东西 那我要好好选选了 这个鲜花芒壳不错 拿一个 再来一个吧 还有小芒带 这个颜色比较接近 来两个 再选点寻宝捏捏乐的 来个草莓熊 再来个小荷梨露饼 这次的东西真不少 赶紧回去寻宝 这两个挺好选的 这个看着像小熊 其实是小荷梨 上桌就认错了 看小麦布老板 往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 你们看他的小耳朵 还有这鼻子 像这样小熊 我才发现 他后面还有点尾巴 就是他的小脸 一样 软乎乎的 来吧 我看了东西了 里面红色的 这什么呀 还有白色 再放着 还有没有 哦 还有一个 哎呀 这个好小啊 完全看不出来 再找找 没了 哇 原来是两个小蘑菇 这还挺精致的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好像玩小伞啊 这小荷梨还挺喜欢吃蘑菇的呀 那下面再来开个小盲袋的 这个好像幸运盲袋 来 让我看看到底多幸运啊 哎 有个小样子 没了 就另一个 他头上还带了一顶红色的小帽子 看着还蛮可爱的 再来看下一个 知道什么啊 我先摸一下啊 好多空气 已经摸不出来耶 不过应该是一个 那是什么呢 哇 这个是小熊耶 这个小熊的材质和前面那个小样的有点不一样耶 它是属于这种半偷的质感 头上还有一个蓝色的蝴蝶蝶 挂两灯看看 哇 它是会发光的耶 这样更漂亮的 这次运气还不错耶 看到一个夜光小熊 还有两个鲜花蝶蝶蝶 这里面不会都是鲜花吧 来 看看啊 哇 里面有一个小狗耶 还有一个盲袋 看这里面有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小树子 还有一个发卡 这是什么呀 还有三朵小花 哦 这里面放在这上面 哇 哇 给它发卡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小狗啊 在这盘的是什么呀 哇 它好长啊 哦 这里面是她的头发 她这个头发真的是太长了 这大眼睛好好看啊 来给它梳梳头发 带上发卡 这也看得更好看了耶 它这个小熊熊是可以拔下来的 这样的话上面这个花子就可以断动了 这路面是什么呀 哦 上面还能撒到一些花瓣啊 它上面这个花瓣 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好多这种花瓣亮片的 这样的话可以重复利用 或者在海上贴纸 可以拔合着再光がして一下 噔噔 哇 再看看这个科学是什么样的 看看啊 哦 喂 哇 这里也个小狗 这样看得好可爱呀 看这个盲袋是什么 哦 这种一顿也还蛮多了耶 每个小树子 这两个是什么呀 它们底下发卡 它两个发绳 再还有四个小花朵 不知道干嘛呢 先把它拿开来 它头发都好长呢 再带了两个头发便 好看 给它这边装饰一下 是不是还挺漂亮的 现在好像进入一个草莓球捏来了 看它里面得到什么 哇 它这个眼睛好大呀 但是怎么能闭着的呀 名字也好大 它身体还一个小草莓 哇 它这个眼睛就弹出来了 好玩 来 眼睛看看 嗯 没东西啊 哦 在这边 这是啥呀 红色的 哇 里面竟然有个小的草莓球 这个耳朵上还有个小草莓 它那还是草莓的衣服 好可爱呀